这回他对战的是一个散打高手啊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太极拳实战什么样的 刚才的散打高手是一个边腿 这边又一个边腿 这个太极高手全部挡住 然后立马近身 抓住对方的胳膊 向后发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身 缠住对方的手臂 对方这下被摔得不轻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练过的散打高手啊 那如果在外面在水泥地上会怎么样 有的人说是配合的 我们仔细看一下 对方侧拆他接腿 还是让近身抓住手臂 这回发力是向前 之前摔倒那次是向后 向前向后都可以发力 但是还是那句话 对方的攻击 你首先要能扛住能挡住 好这边太极高手继续近身 这回主动攻击 又是一个向后的发力 这边太极高手呢 没有做击打 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简单的切磋 但是从气势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太极高手的水很深啊 他仅仅只靠太极的摔法 看近身又抓住他的手臂 然后连续摇晃了几下 这一回三打高手也是摔得不轻啊 看在圈住对方的手臂之后 连续的前后摇晃 迫害对方的重心 对方这下是摔得很远啊 这个还是在垫子上 如果在外面的水平地上 这个动作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好的我们这边继续 这个太极高手 这个气势上 可以明显感觉 压过这个三打高手一解 这边又往三打高手这边压 这边又是圈住手臂 这个摔法非常漂亮 像斜后方摔过去 这个三打高手还挺扛揍的 摔了这么多下 还能站在这边 不过气势上已经输了 这边太极高手又控制住他 那以为还是前后摇晃 这个发力非常有意思啊 圈住对方的手臂之后 一直前后摇晃 迫害对方重心 感觉很像成龙的电影啊 好的这边的比武切都继续 经过前几次摔法 这个三打高手 一旦不敢进去了 这边一个鞭腿 太极高手躲开 没有办法 对方能躲掉 或者扛住你的进攻 这边很快直接一个向后 这次没有前后摇摆啊 直接把他向后甩开 真的这个三打高手 完全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 目前这个太极高手 依然没有出击打啊 除了这个摔法 我认为他对散打 也是非常了解的 不然对方出动了 他都能够看穿 好的还是一样 继续摇摆 前后的晃动 对方又被他甩开了 甚至这个摔法 直接打出了屏幕啊 其实不能说 这个太极高手的力量有多大 个人感觉 对方在摇摆 重心不定的时候 稍微给他一个力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因为太极高手 也出了个鞭腿啊 也证实了之前的猜想 他也是会散打的 哦 这边还有高扫 这个就无解了 他肯定也是练过散打的 同样他也会很厉害的 太极摔法 目前为止 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是继续快速近身 可以看到这个摔法 是很重的 如果是接斗的时候 倒在地上 完全可以上去补刀 重击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散打高手 没得打 即使你身高臂展 占优势 所以说不是所有太极高手 都是装神弄鬼的 看刚才一个侧帅 又是个拍击 这边太极高手 再次准备近身 对方双手是拿起来的 这次是加了个半摔 有一个很小的别子 到目前为止 这个三大高手 还是被吊打 他完全伤不了 这个太极高手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的经验 技术 已经完全在你之上 看刚才这个前手摆拳 之后再抓住你的胳膊 他不仅仅只有这一招 这个三大高手 有点气馁了 躺在地上 没办法 确实无解 这个比武切瘦 其实怎么说呢 并不能证明 这个太极高手 究竟有多厉害 只能说真正的太极 真正的传统武术 并不是你想象当中的 一无是处 还是一样 前后摇摆加一个摔法 摔完之后 这个太极高手 已经手下留情了 如果说在综合格斗当中 摔成这样 上去用轴法 吸法 或者地面 是不是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太极高手 也证明了这一点 看刚才是一个中扫啊 中扫完之后又是近身 只要你被他抓住 又是被摔倒 有人知道 这是太极的什么功夫吗 现在你们认为 太极到底能不能打 可不可以用在 综合格斗当中呢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招式的名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